B站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赵林教授 我这次为大家系统地讲述一下西方哲学史 讲述一下西方哲学上的那些重要的大思想家 他们的哲学观点 那么在具体介绍西方哲学的这些思想家的哲学观点之前 我们首先从总的方面来探讨一下 哲学所探讨的问题 以及西方哲学不同时代的一些特点 因此我们第一讲就讲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看门大书三位 首先我们不禁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在上哲学课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哲学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哲学有什么用 那么对后一个问题我回答很简单 哲学没有用 没有任何用 如果你的用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说 亚历索德认为哲学是离生活部门最远的东西 最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哲学数据量它是一种智慧 它不是一种技能和常识 哲学可能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说无用它也有大用 它不见得一定能够立干净你 使你获得功效 但它却可以开启你的智慧 因为人总是活在两个世界中 一个叫客观世界 一个叫主观世界 哲学更多的不是改变客观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而是改变主观世界 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看法 世界的意义也就因此而改变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从世界里面看出什么样的世界的意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 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 你的哲学素质提高了 你看世界的一种态度姿态那就不一样了 就这一点来说哲学可以使人豁达 所以我们说哲学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 那就是我们发现古往近来的哲学家 大多数都活得很长 古希腊哲学家动辄都是活九十岁一百来岁 近代现代的哲学家 我们说无论是嘎达默尔德里达 这些哲学家也都是九十多岁一百来岁高龄 那至于第一个问题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坦率说因为哲学它很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来表述 我们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综合 这只不过是大而化之的一种说法 这并没有把握哲学它本质是什么 事实上哲学本身它就是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 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而智慧是不同于常识的一种更高的境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从哲学一开始产生 就划分出了智慧和常识 真理和意见的区分 所以哲学这个词在古希腊 它的原意就是爱智慧 在希腊语里面 哲学这个词因为是希腊人发明的 在希腊语里面哲学叫philosophy 它是一个符合词 philo就是爱的意思 Sophia就是智慧的意思 所以philosophy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因此一上来它就明确表述了 它是追求智慧的东西 那么按照希腊本身不同的文化形态 自身的发展历程 哲学是希腊诸多文化形态里面最后出现的 或者最后攀上高峰的 希腊的整个文化教养 从最初的神话传说和马史诗开始 后来一路循着由浅到深 由低级到高级这样一个路数发展 一次导致了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出现 希腊的神庙建筑 人体雕塑 希腊的绘画 希腊的抒情诗 最后到希腊的悲剧和喜剧 最后出现的是希腊哲学 或者最后攀上高峰的是希腊哲学 因此19世纪德国大哲学家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 叫米列瓦的猫头鹰 只有在黄昏时候才起飞 米列瓦就是希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 在希腊她叫雅典娜 在罗马她的拉丁名字叫米列瓦 她的吉祥物或者象征物就是猫头鹰 因为雅典娜是智慧女神 猫头鹰在西方就象征于智慧 所以正是这样 米列瓦的猫头鹰 在黄昏时候才起飞 这句话的实质是指智慧 往往是在一个时代 一个民族 以及一个个人的黄昏时候 才会高高的翁翔起来 果然希腊各种文化形态 建制发展最后攀上高峰的 就是希腊哲学 当然当希腊哲学 开始高高的翁翔起来 米列瓦的猫头鹰 开始飞翔起来的时候 希腊的命运也快终结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智慧是最后才开始出现的 因此对智慧的追求 也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哲学就是爱智慧 哲学不是殖民于常识 成立于技能 而是热爱智慧 而智慧我们说是更高的一种实践 更高的一种眼界 或者一种见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就是哲学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面的含义 那么哲学自从出现以后 特别是到了近现代 随着科学的分工 那么哲学越来越多的 开始跟科学 以及跟神学开始分道要求 那么当我们探讨什么是哲学 哲学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把哲学和科学 以及神学综合起来加以考虑 这三门不同的学科 是人类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 最重要的三个学科 因为科学是猫落万象 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的知识领域 基本上都属于科学 不管是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甚至我们把人文也算成科学 而哲学选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 它是一门更加抽象 更加玄奥 或者更加具有虚幻色彩的学问 至于神学那就更不一样 神学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 无神论者可能很少会谈神学 所以这三种不同的学问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20世纪 最伟大的作业家之一 英国的罗素 在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业史 开篇之处序论里边 他就谈到了哲学与科学 神学三者的区别 他认为哲学和科学的差别 就在于科学探讨的东西 都是有确定性答案的 就这点来说 哲学和神学是一致的 它们都面对一些 没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 所以哲学以及神学与科学的分析 就在于他们探讨的问题 探讨的领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哲学和神学的区别 虽然他们共同都探讨了一些 没有确定性答案的知识范围和这领域 但是他们探讨的方法不一样 神学是用信仰 而哲学是用理性 所以正是这样 哲学既不同于科学 也不同于神学 一切确定性的知识范围 都属于科学 相反 一切非确定性的知识范围 都属于哲学和神学 但是神学觉是建立在 坚定不移的信仰之上 他有确定无疑的答案 这些答案在圣经 在教会权威里面 已经发布宣示了 而哲学始终用理性来进行探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哲学才是真正的一种 无定论的学问 哲学永远探讨了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就这一点来说 哲学的本性 就是它的无定论 也就是说 哲学所探讨的那些 终极问题 是古往今来 始终没有确定性答案的 古往今来探讨的问题 始终如一 阳光下面没有新东西 所以20世纪英国的哲学家 怀德海认为 整个一部西方哲学史 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注视 因为几千年来 人们翻来倒去 不断论证 不断发展 不断系统化 的那种各种哲学理论 说到底无非 就是对柏拉图 早就已经奠基 早就已经创建的 维新主义体系 或者它的那条哲学思想的 一种细致化 体系化而已 就这一点来说 古希腊哲学 可以说 已经把握到哲学最高的真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些问题不是与世俱进 而是始终都是长胜不衰的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 所以哲学它的特点就是探讨追问那些无定论的问题 用我们中国不久前刚刚谢氏的一位西方哲学太陡 张诗银先生的话来说 哲学的本性就是说不可说 说了一些不可说的问题 用我们过去武汉大学一位老一辈的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 陈修斋先生的话来说 哲学探讨的问题是无定论的 那么于是同学们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了 哲学还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哲学的问题是没有终极解的 那哲学不是一门很无聊的学问吗 我确实同意大家的观点 哲学就是一门无聊的学问 因为人就是一种无聊的生物 人的特点就是它的无聊性 无聊就是它不能满足于停滞于 有用的那些知识范围 确定性的知识范围 它一定要追问那些永不难 无用的 超越性的问题 这就是人的神性 所以我老喜欢说 人是一种无聊的动物 它被抛入到一种哲学的境界 哲学是它永不可逃避的一种宿命 它摆脱不了哲学 任何一个人 哪怕它大致不是一车 它也会在酒足饭饱之余 思考哲学问题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思考哲学问题 只不过他没有达到自觉而已 他没有达到对哲学问题的反思 诚如理性和自由 是人的一种本质一样 哲学是人的一种宿命 人被判处了一种哲学的图形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人总是禁不住 要问那些无聊的问题 而正是这些无聊的问题 使人不断地超越 不断地超越之身 悲响神神 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 我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有的猴子变成人 有的猴子现在还是猴子 有的猴子直立行走了 有的猴子还在树林里面爬行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无聊的猴子变成了人 无聊的猴子就是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猴子 他老盯在天上那片海市蜃楼 追求那片彩云 逐渐就走出了树林 就直立行走 最后进化为人 而那个有聊的猴子 天天在树上采果子的猴子 今天还是猴子 所以无聊是人的本气 人就喜欢追问这些 永无答案的 充满了神性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这就是哲学论定 就此而言 哲学说到底 它就是一种永恒的怀疑精神 和批判意识 哲学始终是在怀疑中 在批判中 因为它探讨的问题 什么有中继解的 它就不可能用绝对肯定 像科学答案一样的 千真万确的 不可颠覆的 这样一种方式来发布真理 它总是在怀疑 总是在批判 总是在不断在 解构前人的哲学思想上 来建构自己的观点 但是当它刚刚建构完了以后 它又开始遭到别人的怀疑和批判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 自觉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或者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这就是哲学的一种本机 正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后面讲到西方哲学 我们经常会跟中国哲学做一些比较 那么在西方 西方这种哲学 这种怀疑精神批判意识 这种超越的情怀 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 因为毕竟哲学 它是由西方人率先发现 发明出来的 哲学最初在希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而不是在别的地方 所以正是这样 所以通常我记得当年我们也是 西学的有一位泰斗期的老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的苗栗田先生 老一辈的学者 他在晚年在一次会议上 他曾经提出一个观点 他认为他做了一辈子的西方哲学研究 然后晚年有参舞中国哲学 他得出结论是 他认为中西哲学及其文化 他的精神的这种指向 他这种精神的秉性是有很大的差别 他认为中国哲学 叫重现实 上事工 学以致用 我把它改了一下 叫重现实 上实践 学以致用 就是比较注重现实 中国哲学关注现实 不太关注超越的东西 关注人和人的关系 所以他注重的是实践 主要是道德实践 人以理智 忠君孝心 君臣父子 兄弟夫妻 这个关系 而学以致用 学了一定要用 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 这是中国哲学最高进行 但西方哲学正好不一样 西方哲学要描写人说 西方哲学特点是 重超越 上思辩 学以致知 学是为了知 而不是为了用 知了就够了 所以他重视的是超越 崇尚的是思辩 他不是重现实 他也不是崇尚实践 而是重超越 上思辩 学以致知 上是从上而上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苗先生总结的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一个根本差异 那么我们说哲学到底探讨什么问题了 哲学其实他探讨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 不同于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终极解 终极答案 比如说到今天 谁也不会怀疑在宏观世界里边 刘顿力学三大定律 他的有效性 他的真理性 是吧 同样在围观世界里边 在宇观世界里边 狭义相对认 广义相对认 以及量子力学 今天也都是颠覆不灭的真理 但是哲学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 没有终极性答案 很多问题 我们看起来 我们觉得这是千真万确 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可能在另外一种环境中 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们看来 那跟我们是大义齐取 所以从这个意思上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最初 他就提出了几个 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 他是用举例的方式 第一个问题就是心物问题 这个世界是分为心和物的吗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心到底是什么 物又是什么 心是从属于物的吗 还是心本身具有独立性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学哲学的时候的哲学基本问题 是吧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可以分为心和物 心和物在最深的地方 它是不是相互之间就是融合一体的 如果这样 那么心和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 在我们的环境中 受到我们的教育 我们会斩钉截点说 那世界是物质的 是吧 精神是物质的一种属性 这是我们的教科书给我们的教育 但是在西方 在有神论的环境里边 在相信世界是被神创造的这样一种世界里边 那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的 而不是物质的 我们不能截然就说他们错了 因为他们的人数加起来可能比我们还要多 我们只能说他们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教养得出的哲学观点跟我们不一样 没有一个对错的问题 是吧 这是不同的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环境导致到不同的日月示威 所以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有中心的案 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 关系问题 其次 罗素讲的 还有比如目的性问题 这个宇宙有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性或者目的性呢 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 演进的呢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啊 一直到我们今天自然科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相信有一种科学理论叫进化论 我们相信整个宇宙的进化 尤其是生命的进化 是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从无生物到有生物 这样发展的 而且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发展 那么这样一种方向 当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结论的时候 我们何曾想过 我们是否想过 这里边谁规定了这样一种方向进化 谁给他输入了一种程序 让他永远都是从低级向高级 从简单向复杂 从单细胞向多细胞发展 这里边是不是会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有一个软件编程师在背后 它不露面 我们看到的所有展现东西和背后的那种 零和一之间那种软件工资设计 那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只能看到结果 但是我们不知道原因 原因只有那个软件设计师 软件工资师他才知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目的性 如果有目的性 有方向性 这个目的和方向是谁规定的 这也是大问题 进化论出现的时候颠覆了有神论 但是进化论进一步发展 又证实了有神论 也许进化本身的发展 就是被一个更高的创造者 他给制定 他输入到自然界 输入到138亿年爆炸的那个原始物资 他跟他编好了层 所以他必然爆炸 逐渐进化 最后演变成我们今天的高级人类出现 这一切早就编好了层了 这一切是可能的 这个问题没有中继解 或者他就是自然演变出来的 没有任何伟大的设计者 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目的性的问题 还有呢 比如说第三个问题 像规律性的问题 我们从小接受科学教育 我们相信这个客观世界 有所谓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规律性 但是问题是我们曾经想过没有 到底是这个世界本身具有某种自然规律 还是我们人是一种喜爱秩序的动物 乃至于我们一思考自然 自然就被赋予了某种自然秩序 这就是康德的问题 人给自然立法的问题 是吧 也就是说 到底是世界本身有规律 还是世界的规律 是我们人在我们的思考世界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喜好秩序的天性 而给自然打上去的烙印 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 换一个比较感性的说法 就是到底我们看到的东西有颜色 还是我们人的眼睛 是这样一种反射器 所以当光在那个我们看到的物体上 反射到我们眼睛中 我们就呈现出某种颜色 这颜色到底是客观世界本身具有的 还是我们人眼睛具有的一种调节的结果 狗看到的世界和我们的色彩一样 鸡看到的形状和我们看到的世界一样吗 鸡的眼睛长在两边 它看到的世界的整个形状 跟我们都不一样 到底是它看对了 还是我们看对了 或者是世界根本就无所谓客观的 统一的色彩和形状 一切是因主体而一了 这些问题就是哲学问题 是吧 这些问题是我们很难给出终极性打扮的 还有涉及了我们人 罗素谈到 人到底是什么 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是由一些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而成的 以小块为小的东西 孤立无援的在一个渺小而不重要的星球上爬行着 还是像莎士比亚哈布莱特所说的 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状 我们今天很多发展结果 固然是我们人类努力的结果 固然是我们人类伟大的这种印证 但是同时胭脂不是我们人类导致的很多 弊端导致的自然的灾害 包括今天的这个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的流行 这些病毒本身很可能就是我们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不协调 我们太狂妄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战胜自然 人定胜天 最后导致了一系列的我们想象不到的恶劣后果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还有了关于善的问题 是吧 我们说人生在世 我们应该有道德追求 我们应该追求善 但是善本身它具不具有永恒性 如果生命注定了 就是那么弹子一挥间 就是那几十年上百年的生命 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追求善 我们干嘛不全心全意去追求幸福 得过且过 及时行乐 善还有什么永恒的价值 那么这样一种对算的征求 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彼岸的支撑 一定需要有一个来世的信仰 我们相信好人必有好报 这才是我们在此生坚持善的一个勇气 否则我们干嘛追求善 我们不去追求幸福 幸福唾手可得 直接可以让你感到快乐 而善总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是吧 我们为什么不尽可能去满足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感性的需要 而要去做一个言回 要具肉像 要一单是一条饮 是吧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智慧的问题 我们人自诩于自己是有智慧的 我们哲学就是对智慧的人 但是我们这种智慧到底是一种智慧了 还是一种精致的愚蠢 所以米兰昆德拉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酵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明察修毫 洞悉万物 可以掌握自然的规律 征服世界改造自然 言之我们不是井底之蛙 我们这个地方在 骑士一想 做白日梦 所以在上帝看来 我们的可笑程度就像一群蚂蚁在那个地方自由的运行 自由的运动 他们以为他们整个世界是他们所触觉到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我们上面有一个巨大的人 我们可以随时结束他们生命 同样 我们言之我们不就像一群蚂蚁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智慧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自然规律的问题 目的论的问题 以及世界从根本上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的 这些问题 这都是哲学问题 这些问题有终极答案吗 没有终极答案 千百年来 不同的人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时代培养出来 教养出来的人 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最后我们说 哲学问题实际上 说简单非常简单 说深刻非常深刻 最深刻的道理 往往是最简单的道理 你眼睛最近的东西 恰恰是我们最看不见的东西 眼睫毛 以我们眼睛最近 但是我们并看不到自己眼睫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哲学探讨的那种极高层的东西 实际上就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因此通常我们喜欢用 看门大书三问 来表述哲学的问题 而这看门大书的三个问题 确实是极深刻极深刻 但是也绝对就是大道自简 大道自简而不是自凡 大道自简的这样一种道理 看门大书三问就是 第一 有一个人来到一个单位 看门大书把他拦下来 问他三个问题 第一 你从哪里来 第二 你到哪里去 第三 你是谁 这三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三个问题觉得极深刻 整个西方哲学史 实际上就在回答这三个问题 不同的时代 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 古希腊哲学就在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那就是世界的本源的问题 这个你当然就不是你也不是我 而是整个世界 从哪里来 那就是关于世界本源 所以古希腊哲学 最关注的就是世界本源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到哪里去 那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或者神学关注 最后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上天国还是下地狱 生命结束以后 我们的另一种生活在哪里 这是中世纪哲学最关注的问题 他们不关注从哪里来 因为是上地狂造的 这一切早就在神经里面答案 他们只关注我们到哪里去 而现代哲学关注的是我是谁 主体性的问题 我是谁的问题成为最主要问题 这就涉及到主体性 涉及到自我的定义 我们从一生下来 最初一鸭学语的时候 最早学的几个字 其中就有我 我们临终之前 最后的一句话 可能还带有我 但是我们说了一辈子的我 也许很多人一直到死 都不知道我是谁 谁是我 这就像古希腊著名的悲剧 第二大悲剧家 索福克勒斯的 俄迪普斯王里面 展现俄迪普斯 给拆破十分各式之谜 给拆破人的谜 但他拆不破我的谜 他始终不知道我是谁 当他终于知道我是谁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一些 我不应该做的事 最后他赐瞎了自己的双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一直到现在哲学 才把这个问题作为核心问题 当然在这三个问题中间 按照西方哲学的发展 在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中间 还有一个过渡性的 那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我是如何和世界发生关系的 我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体现为世界对我的影响 这是认识 我对世界的影响 这叫实践 认识和实践 或者理论和实践 这就构成了 我到哪里去和我是谁 之间的一个过渡 因为无论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都是世界的问题 而我是谁是我的问题 所以在世界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之间 还得有一个过渡性的环节 那就是我和世界 所以我们在后头给大家讲西方哲学 我们就会依次从古希腊哲学 依次讲到近代 到德国古典哲学 康德黑格尔 我们来看看 这跨越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 这些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家们 他们是如何面对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问题 他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 以及他们怎么样不断地超越前辈 在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中 不断地创建哲学的高峰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哲学问题仍然是没有终极节的 所以哲学是一个无定论的学问 是一个说不可说的人的一种努力 这就是人的神性所在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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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官方的 Muerto